在斗罗大陆227级预告中,唐三与比比东的战斗进一步升级,比比东作为99级爵士斗罗,几乎用尽了所有魂技,都杀不死唐三,老羞成怒,竟然对天斗士兵发起群攻,预告中看到围着天斗士兵的恶毒大蜘蛛,正是比比东发出的魂技魔珠召唤,这个魔珠召唤之前在星斗大森林的时候,比比东就使用过大量的魔珠幻化而成,还追杀小五,大名二名。 魔珠召唤的数量和死期有关,死期越重,所以容易幻化更多的魔珠,这一次在加灵关大战,双方将士死伤无数,以比东又其会放过者的机会,魔珠召唤释放的大量毒蜘蛛,能直接击杀大量的天斗帝国士兵,这些毒珠也不需要比比东控制,哪怕比比东正在和唐三作战,却魔珠召唤也能持续下去,着实太恐怖了。 从预告的画面来看,盖木白和朱竹青已经解除了幽冥白虎的状态,可见这幽冥白虎也不能一直使用,毕竟对魂力的消耗是极大的。 小五则是红了眼,他见到唐三处于危险之中,自然心急如焚,比比东的霸道魂技撕裂深渊斩,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瞪大了眼睛,满是对唐三的担忧。 这个时候的小五还被魔熊斗罗牵制着他能想到什么办法帮助唐三吗?此时的比比东九十九级全部魂力大爆发,即便唐三拿的海神三叉级神器都难以阻拦。 撕裂深渊斩,这一招足以让在场的诸多无辜人毙命,因为这个魂技伤及的范围也很大,一不小心就会被卷入其中,撕裂,破碎,幸好有小五用魔熊斗罗替唐三挡了一下,不然唐三也会遭到重创。 而这个时候的唐三,显然也是大脑短路,他忘记小五有无敌今生,勿以为小五死亡,差点就暴走了。 另一边的独斗罗也很危险,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对手刺屯斗罗。 从预告给出的画面来看,独斗罗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,毕竟刺屯斗罗完全克制独斗罗,独斗罗的毒素对刺屯斗罗没有作用,反而对刺屯斗罗有利。 好在唐三这边的表现很给力,独斗罗也跟着沾光。 独斗罗,魔熊斗罗都快要领和饭,撕屯斗罗,比比东很快也要撤退,这一次的混战,武魂帝国可谓是损失惨重。